大家好,我是黎门艺术的负责人张之亭 那我们黎门艺术呢一直以来都是在做艺术跟音乐的推广 那我们也一直常常邀请在海外或者是在台湾的演奏家 然后来举行音乐会 或者是一些大师讲座的这些音乐交流 那我们也承办了很多音乐会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有些刚从音乐系毕业 但是他们想要办音乐会 但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办音乐会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透过一些关系或管道 然后去申请场地啊这些的 所以我们也有做代办的服务 然后在这三年多的疫情期间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访问一位中提琴家 他住在加州 那他毕业于南加大 那好吧,那我先来邀请这位中提琴家 叫许玉婷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好,你好 大家好,我叫玉婷 我就是徒生徒长的台湾人 对,然后我在17年的时候来南加大念书嘛 现在毕业了,然后我在这里工作 然后我主修是中提琴嘛 然后我已经演奏了这个乐器 开始学到现在已经 23年 我现在主要的一些工作啊 就是除了教学之外 我也是有参加两个团的演出 其中一个是 是Delirium Music Comp 它是一个 Conductverse的Stream Chamber Orchestra 主要的那个编制 大概一个团都差不多15 12到18人不等 然后大部分时候都是15人 我们的演出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有在那个团的是那个ACB 它就是那个American Contemporary Policy 对,它主要是我们的director 他是喜欢live music的 所以他就是hire我们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就现场演奏 然后我们那个也都是Conductverse的 我们要完全就是自己去figure out 什么时候跟Dancers的舞步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演奏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哇,那我以前知道的是 平时在拉歌剧嘛 那歌剧下面的乐词是乐团 然后是有一个指挥在指挥的嘛 那你们的是没有指挥 但是又是跟芭蕾舞团 对不对 那就代表说大家要自己的part 是很熟悉的 因为你们没有指挥 但是你们又要边看上面的舞团 对不对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当当的难耶 对我们来说 一开始你进去的时候是要适应 因为确实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跟我们就是平常 在学校被训练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的话 就变成说我们大家 都要有一个默契在 然后我们会直接说 OK,这一个part 我们是看哪一个乐器 就有点像Lachimber这样子 这个part我们是看什么乐器 我们听谁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很了解 就是你还是很熟悉的东谱 对 然后最重要 我们follow的那个人 他要去负责看Dancers的舞步 去调查他的那个tempo everything 对对 那这个是你刚刚说的第二个乐团吗 第一个那个 Delirium是吧 对 Delirium Musicum 那个呢 那个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你说也是没有指挥的 那他是怎么样子性质的 比如说表演啊 或是怎么样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个弦乐的室内乐团嘛 然后我们大部分演奏的 基本上都比较偏baroque style 哦 很好很好 对 然后 对 现在是真的好少听到这样子 就是一个团子 La Baroque 嗯 比较常演的都是这个 对 对 没有我们演的是style 比较偏向baroque style 但是我们也会演一些 其他的 Shostakovich 或是 词与少女 的行列是从这 我们都会演出 对 了解 了解 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 你是我们 黎门艺术 第一个 我采访到 或是 应该是说我们合作的 第一位是男嘉大毕业的 然后好像又是拉乐团或chamber的 就是第一位 那我突然想到说 那在就是你之前怎么会想要就是加入这两个团 哦 我觉得是因缘忌惠 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时机点 我就我就进去了 我在 其实第一次加入是2019年的时候 对 在里面的团的创办人 他们也是USC毕业嘛 哦 所以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 因为是一个名校 大家的程度都特别好 肯定就没问题的啦 嗯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牵手 然后 我就去拉了嘛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团 还有一个重点是 我学到的是 不是只有他在lead 然后我们在follow 而是 他给我们一个 这个concept 就是这个music how it goes 或是这个character 他create出来 他make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去进入到这个情绪里面 对 因为你刚刚讲说我刚刚才说我在拉这个团的时候 然后每个人都是leader 没有人是followers 对 但是我刚刚就想到一个问题哦 因为平时我们在拉这个团 对不对 一定是只会告诉大家说我想要怎么诠释 然后告诉每一个声部对不对 可是你们没有指挥嘛对不对 就像你刚刚说你们的music director 他会告诉你们说怎么样做 但是也不完全就是说 他想要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去诠释 我怎么样这个东西嘛 那他会去告诉我们的每一个principle 去讨论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想要怎么做 他会这样子吗 这是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所以是我们我们练团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任何人不是只有principle 不是只有各部的principle 每一个人的发言语都是平等的 而且他是会 我们的团员 呃我们的那个团长 他是喜欢你 讲出来 你去挑战他的 哦就是把他讲 你有什么想法去讲出来这样子 对 如果如果你 如果他问你说 你刚刚觉得我们这段拉的怎么样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如果你就跟他说 这个拉的很好 或是怎么样 他会 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在认真听 他喜欢被挑战 他是美国人吗 他是 呃那个匈牙利和 法国的混血 哦 了解了解 哎那我接下来有个问题想要问就是 呃过去 呃你有跟Delirium或是ACB这个月 这两个团有什么样的合作吗 嗯 我觉得那个 印象深刻的都可以说 好 就是在Delirium这个团我我还蛮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是去北加州演出 是 然后我们那一次的project是叫做Trilogy 嗯 Trilogy它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我们的music director 它跟Soraya Stage 是有一个合作关系 是 然后 当时候我记得是在2020年的时候 因为加州很干嘛 然后2020年有森林大火 那它就有 其实有破坏到一些原生态这样子 它就是有一些瀕临绝种的植物啊 包含Redwoods 嗯嗯 然后 Joshua Tree还有一个叫做Sequoia 嗯 它这三大是 呃 加州非常 非常 Iconic 的 的树种 但是它们都被破坏到了嘛 然后 我们那时候就是 有说 那我们就要做这个project 然后 我们去 去 去演出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 请到 三位 composers 然后他们就是 each composers 他们是做 一个 选一个职务去作曲 然后我们就是演出他的作品 这样子 好有意思哦 对 对然后其中一个composers 他是 嗯 他是做 他是Jazz Musician as well 然后所以我们的 那个整个Style 整首曲子就是非常Jazzy 我很喜欢 嗯 然后有一个 composer 他同时是 东岸一间学校的Professor 这样子然后 他自己也是有在弹电吉他 他就跟我们一起演出 哦那个Jazz Jazz的那个 那一首曲子 那个composer musician 他也是跟我们一同演出 这样子 哦 了解 哦 这是你刚说的 那个Delerium 那个团吧 对对 然后那像ACB 你有没有比较什么 呃有经验 有趣的事情 有有 像ACB的话 就是我有演过一个叫做 呃他有好几个project 然后 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个 我今年六月演的 有一个叫做 Concerto Barocco 嗯嗯嗯嗯嗯 他是这样念 对 他其实basically他就是 Dancers他们是在跳 巴洛克那个时候的 音乐 然后他们整个服装啊 什么全部都是 比较偏向那样的style 然后 我们整场就是演 巴洛克的音乐 几乎都是以巴哈为主 这样子 诶 对 你刚刚讲到说 你刚刚前面有讲到说 Delerium也是 很多都是演巴洛克 对吧 那你刚刚现在有讲 就是 是巴洛克style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ACB也是 这这这今年也是演了一场 像巴洛克这种style吗 对对 今年六月那一场是这样子 哦 了解了解 对 我觉得这一次跟你 呃就是 访谈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 可能台湾的很多 呃音乐学籍也好 可能没有 这个机会 或是说我们台湾没有像这种团 呃是 就像这样固定的演出嘛 就固定有在排练这样子 然后演出是 像你这种形式的也好 或是像芭蕾舞团啊 没有指挥的 我觉得 这个分享都可以给人家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 哦就是 诶原来还有这个东西 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 这个让我觉得 诶听到好多 很不一样的事情 对就希望可以 就是 纯粹就是分享一些 我的个人经验这样子 是是很好啊很好啊 对啊 对啊因为 真的没有讲真的也 你看我没有这样跟你做访谈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在那边的这两个团是这样子吗 我只知道你每天很忙很忙 然后我要跟你找一个时间来访谈你都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 就是 没有你也是 你也是很大忙人 你也是大忙人 也是我们的荣幸可以这样子邀请到你这样子 还有ACP就是近期 因为现在是那个Holiday season嘛 然后ACP它会有年度的就是每一年 就是在这个时候它都一定会有一个project 对然后我觉得还蛮蛮特别的这个project 因为那个在开演前我们自己也把那个场地设成像是 真的是有铺那种假的雪哦 在地上 然后你进去就是真的是完全雪白的 然后包含我们的着装我们都要穿全白的 哦 对 然后就会感觉你在看这场演出 就是真的是完全是在一个雪地里的那种感觉 你有照片吗 有我有照片 因为你到时候跟我讲 对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对是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感觉 好 那因为我刚刚听起来就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也好 或是你的工作 就是都让人家非常的羡慕啊 然后又很精彩 但也很稳定 那我还蛮好奇说像这样子的话 你未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职业的规划吗 当然职业的职业不会变啦 职业的东西亲家嘛对不对 但是就是对于这个音乐的道路上还有什么规划吗 我是明年一月初我就是会跟Delirium 我们再去东岸演出 我们会去巡演这样子 对我们会到New Mexico 然后也会到那个Florida 那边去做演出 哇 那真的是去 对 就是编演出 然后又可以去很多不一样的城市去看 对 这是为什么我喜欢跟他们 因为 也没有啦 就是 就是因为 I get chance 就是去看其他城市的一些不同的样貌 很好啊 很好啊 对然后 蛤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呃 对还有就是ACB在六月有一个project这样子 然后 然后我也我也有就是加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室内乐团 然后它是它都是它是在那个San Diego那儿就是Chamber它会有一连串的就是Chamber Series在每个月都会有这样子 哦 了解 就你这样真的是 你看人家考团考这么辛苦 然后你就啊 随便又有一个团要进来了 又要 又要你了这样子 需要你一起表演 好啦那 那那真的是很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就是等你回到台湾或是你的团不忙了 因为我知道 哎呀要就是要等到你回来真的也要看你就是刚好没有表演的时候嘛对不对 所以就真的是等到你呃可以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邀请你来做表演好不好 好没问题绝对的我也是一直都很希望可以跟你们离门合作 是是是对 那呃我觉得今天不止我自己啦相信我看这个影片的人应该也收获蛮大的就是因为不知道哦原来呃还有这样子的团啊然后可以呃这样子去去做音乐 然后这样子去呈现这样子那真的是很谢谢你的呃采访 那下次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呃交流一些不同样的东西好不好 没问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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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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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 拜拜 拜拜 拜拜